中老年人的关节疼痛,最常见的疾病有骨性关节炎,痛风性关节炎,内风式关节炎等等,其中早期容易误诊,而且较难应服的,却要数大名鼎鼎的内风式关节炎了。 什么是内风式关节炎? 内风式关节炎是一种以对寸性,多个周围关节肿痛,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炎症性疾病,晚期常常导致关节畸形,造成劳动力的丧失和致残。 大部分在青少年时期发病80%发病于35到50岁,女性多见女性病人比男性多三倍,内风式关节的主要表现,内风式关节的主要表现。 关节肿和痛,特别是小关节,如手指尖关节和长指关节的肿,痛和压痛,晚期常常出现畸形。 二、沉浆,是在早晨睡觉醒来时,或者长时间静置不动后,出现较长时间的关节僵硬。 如小年这样的感觉,内风式关节炎要做什么检查? 确细胞分析,C反应蛋白,自身免疫学抗体检测,关节的X线检查。 有些不典型的或者诊断叫疑难的,还需要关节克拉或者尾关节滑液,关节超生等进一步的检查。 出现关节肿痛怎么办? 内风式关节也能预防吗? 能根据吗? 内风式性关节,要注意什么? 一、务必到规范的医疗机构,风湿免疫科,或骨科接受规范的诊疗。 二、尽量做到早期诊断,早期诊疗。 三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,了解内风式关节炎相关科普知识,正确认识养物的疗效,不良反应等知识,学会与疾病控测安。 五、疾病有变化时,即时到医疗机构复诊。 六、关节炎的急性期需要休息,制动,关节炎的恢复期要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,进行关节功能的康复训练。 如有急性期半发热,内脏受累,则需要卧床休息。 七、应接烟,避免高糖,含有反噬脂肪,油炸的食物和过量酒精,在饮食中添加鱼油有一定的益处。 温馨提示,副,美国风湿病学会,1987年修订的类风湿关节炎分类标准。 一、沉降至少一小时大于等于6周。 二、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关节受累,大于等于6周。 三、手关节瓦,MICT或BIC关节受累大于等于6周。 四、对称性关节炎大于等于6周。 五、有类风湿皮下节节。 六、X线片改变。 七、血清类风湿因此阳性。 有上述期向中四条,并排除其他关节炎,可以确诊类风湿关节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